OK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是我的第一 第三次视频讲解 前两次视频讲解 因为是在直播的时候打的 然后上面有一些贴图 包括有一些文字说明 我觉得这画面看起来 我自己去看一下画面太繁琐了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利用这个闲暇时间进行一个视频的录制 就不在直播的时候去对我的录像进行讲解 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有很多观众会打乱我的思路 我也会聊些场外的话题 对不对 我们玩游戏不能聊场外 那游戏中的内容 我们要专心知识的进行讲解 我也看了我前两期的视频 有的观众也在下面留言 对吧 说我废话太多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 如果你们有其他的一些建议 我都会看到 然后我会在我以后的视频中做一些改进 而且我以后的视频会出的更加的勤快一些 比如说这次我耽搁几个月时间 因为最近特别特别的忙 工作特别特别特别忙 晚上直播 我都不是特别有动力 更何况录视频呢 录视频又不能挣钱 对不对 好吧 我们今天来看录像 这这接接连接连的这几期 我决定把我的 那个合态后的所有的所有的录像集中整合到这一期视频里面 然后我会进行个转码 会让大家看到比较清晰超清的视频 因为现在看到你们看到是高清的 我会进行一些专业的这种技术手段的这种设置 让大家看得更舒服一点 嗯 好吧 废话不多说 我们看第一期 我们的张角后太后 啊时间比较长啊 这局有30分钟 时间比较长 你前进放快一点 而通常情况下我们在 我们自己用牌能力不强的情况下 回合类过牌能力不多的情况下 一般联弩是不挂的 我也不知道我这为什么要挂个联弩 这个联弩我建议不挂 不要挂这个联弩 这张牌对我们说是一张没有用的 一张红牌 而这张牌很可能 对吧 让国家增机这种人 或者让离点这种人借到或者拿到 那对我们说就很不好了 对不对 那现在这张杀我为什么没有出 就是因为我怕他借到能把这个联弩借走 会进行一个集中的扫道 我们就直接进入一个对吧 卫国的链压局 把这个联弩开醒一点 莫杀打了 我发动了一次雷击 雷击了一下国家增机 雷击了谁 我没看到 我就调声音去了 那现在他刚才这个小乔中了一个冰 我没有去赶 其实这个 理点在说不救 这是应该救的 因为群绿张疗是一个马上即将要行动的人 而且他手上有五 当时是五张牌还是四张牌在手 能发动一次突袭 发动一次屈服 可能出将杀 对 魏国来讲 魏国来讲收益是很大很大的 这里一定要救 而不是不救 这一定要救 因为这是一个马上要洗即将行动的队友 打死之后 会让小乔二张收三张人头牌 而同时离一个即将行动的队友 五张牌使得很愧很愧 到我们行动了 我们看了一下 这是一个鲁树 那这里 我开万键 先开万键 这里要处理的是 一定要把这个鲁树给打死 我不管国家增机有多少张牌 因为国家增机我们可以用洛克斯鼠去处理掉他 因为我是个张角人 强制把他露出 但是这里如果鲁树不死 然后我们把国家增机给露出 这国家增机扔十张牌扔给二张 这魏国就直接赢了 然而 这里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鲁树即没有死掉 然后国家增机这八张牌 我不想让他行动 所以我把它露出 但是这里露出的风险极高极高 因为鲁树没有死 这十多张牌扔给这个小桥二张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决定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决定 这里丢了很多牌 这更可怕的是还出来了一个露出 就出现一个同时出现一个三无局 加一个鲁树 而且是一线的无果 对我们的将决已经很难可能打了 那没有办法 这必须险中求生 震毒他 手上留伞 对吧 是留张伞 防止一个张牌时候拍到我们身上来 而太子池孙侧这里可能进行孙权这里可能进行 进行出杀或者拼点 我们也没办法 这个K点不能留伞是必须得留的 因为小桥的十一张牌也马上会打出来 理点会做出什么事情 我们也是不知道的 很好 这里打扯了他 只能输了四张牌 四张牌加三张三张张角的牌 我们就直接起飞 这又是三张神兜牌加七乱的三张牌 我们突然就手上就输了二十张牌 这个牌已经可以和小桥进行平衡了 这里 这里是打错的 我们手上是有黑桃的 这里是打错的 我挂藤甲去下意识的他火攻我的时候 我就打了这种东西 忘了 忘了 但是我当时也算了一下 这张这幅排队的乐不是数是没有的 已经 我乐了国家一次 然后另外一个乐是贴到群运那儿 这幅排队的乐是没有的 所以说这里我敢打这种故事 其实我在考虑的小桥是忘了 当时我出黑桃他说亮不出黑桃牌的 这是其一 其二我敢打无险的原因是 厂色的两张乐不思数 寻遇吃了一张乐不思数 国家争计吃了一张乐不思数 乐不思数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我这里不是特别爬他 如果乐是没见到十张 适应的牌队只剩十六张牌 我们在玩国战的时候 一百零八张牌 你剩十六张牌 前面出现过多少哪些K牌 乐不思数 我蓝蛮入侵万剑陶 有几个你大字 老字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印象的 这里我好在拼杀 我觉得我可能拼得过他 他人没有拼过我 他挂了藤甲车 我也不不怕 不怕放蓝蛮 这张杀出不出其实也无所 那开桃圆让自己回血 然后收手固大增机 然后通常发动7轮 让自己满状态 这里后面打的还是有的地方有在上去的 这局打的不是特别的完美 在回过头来看录像的时候 当时还是有些问题 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这收藏箱弹了我一下 反正我们这就要都读全世界了 我不会管 这个李典会不会来九杀 我以为九杀五乱五国就有 李典把他露出都是把他冰凶 打了一个不行 我们这放慢一点 打了一个不行 我们这放慢一点 打了一个不行 我们这放慢一点 这里我们换换到我的牌 到我这里出牌 手上有很多很多的金鸿牌 这里我想直接打死双甲 其实这里有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小乔给打死 如果对吧 他只有两张牌 我顺他一张牌 一张火公牌 他没有没有火公 没有 没有什么好牌 但是也有个问题 这就是这啊 这这怎么怎么讲 这打死小乔 然后用闪电把这个孙权 孙权 孙权批死 我们直接和李典单挑 但是但是李典手上有个灌石 但是我们这张脚他不敢啥 就这最好还是 火公小乔更好一点啊 我当时看到这个孙权一起来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逃 能想一张火公牌直接把他堆死 这里是不是应该去火公小乔 但是火公小乔小乔最后是一张牌 还是有一张牌 我们打他可能打不死他 这是两个是两个失路 就是两个 然后李典用灌石杀他的时候 他好像表示没有闪 但是可能手上是有闪的 我我这个闪电 闪电我想自己受伸头发动气乱 主要是 就这里有两个失路提供给大家 是打小乔还是直接计算撞向 嗯我选择的是计算撞向打得太弹了 那回过头来看的话 是不是直接搞这个二张小乔 我把他打死直接和李典操红单条 是不是更优化一些 我真的不想这张这个事 我读了一下很惨 所以吃了一个九杀 这里为什么要读他 我这样的手上好像有闪有桃 就不虚 结果他他牌特别给力 有顺还有什么牌 什么都有 那李典既然要打我就把他给 就这局打的 其实有 这个地方有在商榷这里 打小乔还是打谁 不好讲 把灌石服拆了 这张灌石要命 然后这小乔二张图上的两个人就突然 而小乔和李典突然就打起来了 李典也是很惨 这里很关键 这里 这里我不知道李典为什么要把这个八卦针给我 他觉得他和小乔已经结下薪酬大痕 他觉得自己已经不了了 给了一张八卦针 然后想把这小乔的牌给拆掉 然后送我 是这个意思 这里还好 还好 叛了一个红 叛了一个黑 直接就输掉了 然后顺利成章又赢了 这是这是第一局 最近打的 是一局独瞄 赢得很很不容易 因为场上的 场上是魏国和 魏国和吴国两方势力 而且吴国是一线阵容特别特别强 魏国也不遑多长 国家增基加里典 还有一个循玉张辽 本来他们如果救循玉张辽 我觉得这局是魏国人 我不知道他们手上有没有逃 有逃必须得救 那后来打了一个地方 是不是直接击杀小乔和这个里典单挑 是不是更好一点 我对自己这个武将单挑的自信不高 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张脚太后很强 那你去震毒他的时候 你手上就一直有闪嘛 他就一定不敢杀你嘛 我对这个武将单挑不够足够自信 如果足够自信 我是不是打小乔更优化一点 两他有一张牌 我当时手上好像是七八张牌 能把能不能把他打死 就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 这是第一局太后 你总共有 总共有四局 我们看第二局 第二局是配的一个袁绍 就袁绍配太后也是一个 可以选择的一个袁绍的组合 有的袁绍比如田凤袁绍 比如说嘉雪袁绍对吧 这是常见的袁绍三级里面 很强的袁绍 那袁绍合的后也是一个不错的主要 因为射击法 然后挨个震毒 但是这个这个通常出现在 都出现在视频或者剧本里面 在实际上的 实际中的操作过程中 袁绍太后是不是能有这么完美的发挥 射死 把全部人射死 挨个震毒毒死了 那就不一定了 这里留 留 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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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留帐巴 很多朋友问 你很多时候你玩的是个什么 什么蜀国呀 群雄啊 三血匠 五官也放 也把蓝蛮放在手上 这蓝蛮入侵 为什么会放在手上 这蓝蛮入侵 你捏着别人就拿不到 对吧 别人就不会进入棋牌盾 别人放不了 你就不会掉血 这是其一 其二啊 这蓝蛮入侵 是能造成大面积AOE 伤害的第二点输出牌 你很多情况下 你在你的回合 你作为一个末派 拜拜 你只能对别人出一张杀 掉别人一滴血 但是这个蓝蛮入侵 是很关键的时候 你要打死 打死一个核心人 核心 关键武将的时候 是仅有的两点输出 这两点输出 很重要很重要 这个局面是我们乐意看的局面 我这里补了一刀 补这一刀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是特别对吧 我是一个袁绍 我想压一下司马的状态 趁他中乐的时候 压一下他的状态 不想他们回到 比较健康的一个血线 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但然而 这个时候去击杀卫国 也是要冒有极大风险的 我们在很多时候 我在讲啊 就要不要打暗仗 你不亮相去忙着去压制暗仗 这是一个很高风险的行为 而且并不一定会带来高的收益 风险特别高 因为你首先表露了自己的身份警察 然后按照一般路人的玩家 和师父的打法 他一般是会来压制暗仗 而我不会来去打流散 你暗仗计算要打我 那我就首先要压制暗仗 这个时候你是我们提倡的 你可以压制暗仗的情况 就是暗仗在打你 那你就要优先计算暗仗 因为暗仗是跳的明确的黑位 你来压制暗仗 你来压制我 没问题 这里我被翻了 是我可以接受的一个局面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到 但是这里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固化真机 手上有把三星两个刀 我倒是不怕他 他状态也会得多难 但是这把三星刀 是要命的一把三星刀啊 我研究被关真机给捅死了 我们分两期 分两期吧 这这第一期视频 我们就录到 这局完了 我们就录到这儿 我们就分下期 太后我们再讲一期 不不不还是其中一期吧 时间讲讲长一点 大家看广告 那是广告时间太长了 对对广告时间太长了 要等几秒钟的广告 这里就开始射箭了 哦 其实这里还是可以考虑 双量的啊 这里我回过头来看啊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考虑双量的 因为这里可能的牌是不够的 那曹皮翻了我一轮 对我来说是一种 是给我 无形之中给我补了两张牌 补了两张牌 嗯嗯 他我是五手牌 还是六手牌启动 摸两张牌 对吧 这一堆牌有可能能收走全场 但是 也有可能收不了全场 这收不了全场 就很尴尬很尴尬了 所以说我 我觉得这里还是应该双量 不去考虑 不去考虑恐龙的情况 这也是一局独描 就是 这也是一局独描 就是 玩圆练 玩圆绍的 玩圆绍的技巧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路人员 我们老师会去 单独的去猜一个人 去杀一个人 去铁锁一个人 去火攻一个人 你还有什么是铁锁去火攻 你会浪费两张牌在一个人身上 或者决斗一个人 浪费三四张牌 击杀一个人 这种都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圆绍使用方法 袁绍的进攻牌 即使手上蓝蛮的时候 也是单一的凑一对万剑的输出 你的你的输出伤害一定要打到所有人 当你出来的时候 你就没有 没有多多大的回旋余地了 你出来的时候 你打不是全部人 别人还会等着你互相残伤 然后等着你袁绍收第二波吗 对不对 并不可能 说说最好的情况 还是 没有余地的 打出自己所有的输出 单一的万剑输出 打死所有人 不要想着不够复杂 考虑队友的情况 队友哪些情况可以考虑 我们在以后的视频 会对袁绍这个武将做比较详尽的详尽的讲解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这一军 我们还是觉得打的有问题 我留了个太后留了一张后手 我觉得其实可以双量的 双量出来射 因为我的牌有可能是不够的 你看那边的那个八户阵都没有判 他如果判八户阵 我是不是就打不是全部人了呢 这个东西也给大家可以去思考 这是我们第二局的太后 今天的主题是太后的主题 呃 我印象中我玩了很多次 太后 太后也是一个我 怎么讲 嗯说不上喜欢的武将 但是还可以吧 就是我最喜欢的武将还是袁绍张辉 这种简单粗暴的 简单粗暴直接的我不太喜欢寡玩摸角的 有很多朋友可能喜欢玩卫国的吧 瓜加特别厉害 施马特别爽 里典特别牛皮 我其实就喜欢玩人杀和张飞 有很多朋友问我最喜欢的 身份局武将是什么 身份局武将我是喜欢的 宗慧 我还曾经曾经在那个三国杀的那个谁 做了一期中会的战术强解 当时也得到了普遍的玩家的反应 我的中会还是有说服力的 玩了一千多个回 内剑胜率是二十 二十级嘛 忘了 然后主攻胜率是五十的主攻胜率 当然我觉得只适合玩主攻或者是 内剑 反贼忠诚都不大适合 这局是太后华佗 这个华佗这个武将我真的特别特别不喜欢 因为这亮出来就是死刑 就是很多朋友 亮出来就要被怼死 很多朋友他觉得华佗 很难被打死 其实华佗这个主将两刀就砍翻了 真的 大家不要怕和华佗单挑 华佗这个武将好弱呀 我一个嗜血白板 我就可以单挑这个华佗 如果配的是个不强的 比如说华佗周四 华佗恐龙 我就用个嗜血白板 我就可以拿下你 哇这局四十多分钟 为什么这么长是这样 他又出了个华佗周四 和上局一样 这里我们又冒了极大的风险 去打华佗周四 为什么 因为都在打华佗周四 而且又不弱 我有一个加一码 如果我没有加一码 我是不敢动他手 我就藏着自由加一去摸了他一下 敢摸他的原因 我们讲过很多次 你作为一个暗将敢摸名将呢 有几个前提 我给大家再重申一点 第一个前提 就是你打他 他不能反抗 要不就他距离不够 要不就够不着你 这是其一 其二 你打他 他不能把他打死 你的状态必须得足够的好 不要说你的一血两血你去打 那你在找死吗 对不对 你首先你自己状态比较好 你要浪的智本 你要打他的智本 当然 我其实都不大建议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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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去打 其实就是就是他是个boss 太太恐怖了 这过亚增机 我去摸了一下他 凌波微步 罗瓦生辰 主要是他看到这个武将 浑身难受 准备一下 平时我是不会去打他 你打他冒的风险极高极高 真的 打暗将就去去去去 你暗将去打一个名将 你跳一个身份的行为 你为什么这个 会说是一个不是明智的行为 因为 因为在暗将里面 同时 还会出现其他的卫国队友 你看这里 这个东方 169级就是一个卫国 诶 你打我冠军极 我就能压制 反正是明确的飞味 你会冒着被 另外的 另外的 卫国 暗将 压制的风险 这个风险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风险 但是 169 跳的位呢 我们就只能出来灰险 但是 这里敢量化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卫国队友 因为这卫国队友 超级比我们高多了 而且还有第二个位队友超级 我们就化个亮帅 我们只会被卫国队友打 这局时间也很久远了 忘了 八倍数吧 快一点 就这样 我看到我逃的时候 他寡真机 从前很坏很坏 哦 你看 哦 他有个乐吧 但是你这样打 我当时瑟瑟发抖 你知道吗 他这样当着 寡真机有逃的情况 你去打寡真机 这打的一波连弩 杀不到他 你有八寡真 之中我就死了呀 这中了 这就很崩了 这里就 你又掉去火攻 这里为什么不火攻 因为寡真机手上是一张 我没想到赢了一张红桃 我打就打不死了 那无非就把这个人头送给 送给送给什么 蜀国 吴国 我不想送这个人头给他 你看 多少个桃 根本就打不死 然间我去打呢 我去打 打人先打奶 又把血灰满了 那我看他灰血的时候我还是会去打 那这个148就 反正那148就跳了 只跳了一个飞飞 这个身份是谁是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庞腾好像 和这148打了很久很久 看过还是148去打过他 那148在我这边看上去好像对了 他也不亮将因为坏陀呢 他是群手他不敢亮起来 他不是位也不是属 但是吴国我觉得可能是你不要低 这这里换了三星两刀 我觉得要用这三星两刀 去打这个朱古亮 有可能朱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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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轻 lung 受,牠备这把王 我,特此比你凶 要打 我就 Bros 而且 Clark 可怕是循玉半天还不死 很危险 那打了半天他不死 这里还有这个关键我就留着 这里没有去打循玉 我觉得是一个打掉诸葛亮血线的一个好用的意思 去掉了诸葛亮一层 因为这个诸葛亮的血很难很难掉 当然我们可以靠太后的震毒来处理 那这个时候就我管不了他了 反正我手上有闪 你看这诸葛亮又瞬间回到蛮起来很难受 然后突然这个人没有亮了没有亮就是一个无了 我想堵死他那这就确定了非队友 然后这个时候能亮就很可怕就是他极有可能就是一个周泰他不怕死 这里射了一个韭花还好我有两道火炮不捞回来 结果他并不是啊 很奇怪 我还以为他是周泰呢 半天不亮 那个这个时候就进入那个单条 基本上这个单条就是优势单条 因为有个太后啊 太后单条的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而且我们还是个主将华托 祝克亮呢 使用剑行发动 反正我们有 多余的牌 这里 这里其实还冒的风险蛮大的 祝克亮打错了 拆我手牌 一张杀就能把我压到一血 然后后面如果他运气好找一口酒 一个桃 对吧 我如果再冒险去震毒他 就有可能死了 反正我不管了 他是两下关心 两下关心 可能就不是九头 两张 两张牌拿到九头 感觉就比较低的 这同样 和前面三局 一样也是一局独秒 也是一局独秒 而且这局独秒 赢得 很厉害的点在于我们是个华陀能赢 一个华陀能独秒 当然有太后的功能 很不容易 呃 是第3局太后 我玩过两次太后华陀 还有一局 还有 还有一局太后华陀 嗯 我们看第 第4局 对对对 嗯 这是太后履幕 这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太后 当 当这个太后这个武将能撑到嗜血的时候就很厉害了 弓箭手 除了被放箭 击骨于此 已至四方 屁股挡着 这局视频有点长时间 比金针之志 全都亲自 体系手 能有 屁股 是不是 不背弃 顺手 大卫和先直接 搞出 留得良田在 何仇不破敌 他用脸 再来换了两次牌 其实应该来杀我呀 我们就不动 这里不要 不要动为 这里不要挂张八射包然后发动铝布的无双进去突这个灯蓝了 你要发动太后的弃乱因为这个局势是不明的 我们打死这个 登岸之后这个 如果 暗将里面全是无果怎么办 对吧 先看一下我们手牌 而且很吃紧现在你如果挂张八射毛去杀太刀没杀死 你剩的一张牌是张五谷一张闪电牌一张防御牌都没有基本牌防御牌都没有 就没有后手了 哪里走 谁站到先机 谁就剩了 咱们出来个出来个这个 一直就打我 然后出来的四个 这里我们就不能出来 这一定 一定要去 一定 我们看这个情况对吧 这里正经没排 我买着司马巡女这有逃的可能性比较低这有有逃他就自己吃了 就最有可能有逃就是离点但是这里必须去赌这一发了你不能让他再动 让这个动 卫国就直接移嘛 这这就没办法必须显重求生你让这个 七张牌 七张牌的离点离点就出来了那直接就炸了 我们收四张牌 这就直接无脑的阵徒 反正也杀不了我对吧 我这么多牌他也没兴趣来杀 他如果能杀到我他大概能杀到武术村平 小小也特别配合阵徒 我去阵徒他 他又去盘了登盖 让我又摸了一万张牌 这留先 留先我 对对对我弄虫霜的时候我还是就有狗杀的时候先把河河打死 但是这个鲁树生权还是很合补的 这里这里他居然这个 既然他这里添土了 还好我们牌 足够了多他换不动好像是 他换得动吗 那他吃了一个桃 我觉得他能换动啊 吃了个桃 4张牌加上他的加上他的装备他应该能换动啊 他为什么不换牌呢 对吧 这里一定要舍命的换换这一波牌 他选择了吃桃 特别奇怪 他打的过于保守是我就直接换牌 这张杀没有出啊 我觉得我需要两点输出 因为这鲁处手上有可能有9 这个这鲁处打的有点过于保守 可以直接把我的手牌全部递猛空 然后换掉我所有的手牌 那如果就大概率能解决了 他就很简单了 你不取 我反对就弹我又弹我 我试血向你弹我 我的男的牌还足够的多也不是特别可以 这是第 谁能挡我 第四局还是第五局了呀 这是第五局太后 也相当于是一个毒秒 反正袁绍打个酱牛就死了 嗯 这里倒不是我打的有多好 反正就是 该赌的时候就得赌了 就是这鲁术如果打的更好一点 我觉得我赢不了啊 反正很多时候赢的局都有对手的失误啊 我们有最后我们还有两局 还有两局才好 那怎么没看到了啊 反正还有两局 嗯 还有一还有一局太后画佗的没找到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假许太后吧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假许太后吧 哦是这一局是这一局太后画佗还有还有 除了这一局之后还有三 还有两局 这没什么好选的 选拥框里面 数过群雄 哇这局时间太长了 不放了太长了世界 40分钟我们下次再放了 嗯 最后我们放 我们留两局太后下棋放 我们这期 放这个 压轴的压轴的一局太后 一猴 叫叫我的标题叫一 一人 填封太后啊 填封太后 打四个鼠 我裸打 黄金裸打 没有任何队友帮忙 其实几乎是 一个人打四个鼠 但刚才是 四个鼠打的自己 问题很大 我们讲自己打的好的东西 也要打架 为什么 为什么别人能让我赢 我们打得不好 我们队友已经赢了 队友已然扑开 冰凉寸断 不 跳的非十 有五把 然后这里来热我 这个身份跳的也蛮奇怪的 看不懂 反正场上有队友吧 我们继续看 这又跳飞味 那看起来这个人就很像鼠了 既然他在打我那我认定他场上有队友的前提下啊他这就一定不是不是不是自己人而且这张我既然挂简医院他的马 他牌就一定要拆掉这是一个对我杀新的人物不认为他能是一个熟熟 然后这边又来连了一下 跳的又疑似一个鼠 因为我是没量将的对不你来杀我你不怕杀队友吗 只天下过世才找闪 张聊的行为你 反正你要打我你这两个暗将里面在 挑飞我就先把你打出来这里我选择了毒一下的原因就是希望他能出 而且这张这张沙我蓝蛮已经放过了我记得 已经放过蓝蛮了这张沙流流 这他作为基本牌防御的功能已经丧失了 然后我希望这158赶紧行动把这个小胖打死 因为这里对吧这里一个鼠这里一个鼠在这这边看他 在我的眼里面他也是个鼠国 他还好像是出逃救过刘善是吗 对吧 这就是个确定的鼠我特别希望 他能打死刘善 而我还能发动这使剑 拆掉他最后一个盘 结果 这158文师不懂 我特别都很难受了因为这打不死 打不死刘善我就会成为 鼠国的激活目标你看这个人有距离这个人距离这个人距离这个人距离 四个鼠国同时都有距离人杀到我 这没让158打死这个人就很难受很难受 我们挨了一刀 那夏侯顿已经被打懵了什么情况出来四个鼠 说了四个鼠这个还怎么玩呢 投降吧打懵了已经 吓唬登都忘了 忘了刚烈 或者是直接掉线了不知道 这里赵云打得很不好很不好 他这里不应该发动一代劳 当然 最后是也是因为 鼠国人运气特别不好 在这个通过这个一代劳没有找到逃 但是师傅我是 姜维赵云我是不会发动一代劳的 因为这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定要关注我填封太后的牌 就一定要让我摸到的牌是没有用的牌 你不能让我摸到 对你们属国形成威胁的位置牌 他开了个一代劳 换了一波牌 又开了个一代劳又换了一波牌 这其实换八当牌对我们他们说收益是足够大 但是很可惜 很可惜 好像什么牌没换到 那我启动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的状态 一血 空牌 一血 空牌启动 一个铁损连环 骗无限 因为我们必须把那个远胶 放出来 很好很配合 将会打了个 这里为什么去拆了黄中注农的牌 这里是空牌 这里注农的牌 他扭桃他不可能就吃了 对吧 这里我觉得他是 前面求桃是求到这 前面有一轮求桃是求到这 我觉得这里 就唯一有桃的可能性就在注农 黄中那 把他的桃 看能不能拆掉 然后我再 通过我的 牌 我看能摸了三张牌 能发动时间的话能拆掉流散的最后这张牌 就能发动两次时间 同时拆牌 就流散的最后张牌 我是不着急去拆的 当然 我们也可以优先去拆他的牌 再去拆注农的牌 都是可以的啊 这蜀柏运气特别不好 你看他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直接就流散没有崩掉了 到张飞的回合 自从被我们乐住 被摁住没有动 然后这下回都已经离开了 那张飞两张三六 直接马太子 开始了 我们就其实是一个人在打四个蜀柏 到了这里很很恐怖啊 因为有个闪电在哪闪电批中就死了 将当将为武上关心的时候我去里面逃跑好不好 我手上有傻的没法 反正我觉得我都肯定掉死了那还在乎这些干嘛 这里借刀有问题这里借刀应该借他的刀指他 因为这个刀我们必须借到 助用有杀的情况下就杀的助用量助用量也不会掉血 这里去消耗赵卫瑜那张牌子是打错的 当时 什么情况也忘了反正打的 当时有点乱有点慌 因为我觉得闪电会批中当没有批中的时候我都有点 起初望外啊 说排序没有考虑的足够精美这里借刀三人一定要指这个赵卫瑜 我们指助用量是一个 万一这把刀借不过来我们还不一定能赢 因为助用马上就要动了这把刀 对吧拼我裂刃两刀 强重两刀我受不了的 江维手上还有一个桃 不过还好的是我们把这个刀 这个借过来了 也是特别备这个这个输锅 一个桃都没有 我们又又又砍死一个赵卫瑜 自有哥哥在外置 反正我们就无佬阵徒现在有装备卡在去的情况下就吐他 他拆我一下 拆也拆不了我对吧 决斗我也没有 因为而且 天风太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冰死的时候我们一边 一边阵徒一边随时啊 随时摸牌然后七乱摸牌 然后这时候张聊下的对眼很配合 那这个时候就很轻松了 只要套出刀来我们就没能阵徒开了 我们就完成了一局 空牌 一血 天空太后 打是个蜀国的壮局 当然 如果这是个蜀国是卫国的话那就没这么好打 蜀国真的 开团简直就是个扯淡的笑话 那是个蜀国打我一个天空太后的打不过 很多情况下再出现一个boss 是个蜀国打半天 感觉都打不是人 特别急特别急 蜀国 大家在玩国战的时候看到蜀国出来开团 不要慌 不要忙 啊 看一下形势分析一下 强度分下武将强度 能 至宝是我们优先要考虑的问题 蜀国都是一些菜道武将 优先考虑的问题是至宝 而不是怎么去 打崩这个大树 打崩大树 很简单 自然崩 输国 好吧 这是我们 这一期的太后总共有5局太后 本来还有两两局 那我们下期再讲 嗯 因为放的时间太太长 我要传的时间太久了 因为传传 超线视频传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传出去 这时间也不能太长 好吧 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就会见面 因为我会马上就会录下期视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